在澳洲你在房产网站上看房的时候 是否有想过中介在描述栏里面写的那些广告词 有些的词语和短句 它虽然表面上是一个意思 但是它深层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那其实销售中介 他们很会在广告中利用一些特别的术语或者说句式 让特定的买家在买房的时候呢 更加的容易感情用事 比如说用Renovators Delight 来针对于更多想做翻新的投资者 用Ideal Investment来吸引买投资房的人 用Iconic Development来找到那些想买到一个高端的房产 并且有那种显摆心理的买家 大家好,我是澳洲小帅 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会和大家分享 你在看澳洲房产广告的时候 有些的关键词 它背后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搞懂了这些术语背后的深层的含义 能帮你少佐不少的弯路 节省很多的时间 甚至节省很多的金钱 那视频的最后呢 我也会和你分享在一些社交场合 你可以用到的一些术语 让你在和某些人不想聊天的时候 如何礼貌而不失优雅的退出对话 好的,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关于澳洲投资和生活的精彩内容了 我是澳洲小帅 带你体验海外华人的投资和生活 那第一个词呢 就是cozy 那经常这个词呢 是和一些apartment的联系起来 为什么呢 那cozy给人的感觉呢 是一种很温暖 很温馨 紧凑 但是特别舒适的这种一种感觉 所以很多的那种单身人士啊 或者平时工作特别忙的人士啊 就会对这些词语特别的敏感 但实际上它的深层含义呢 是说这个地方很小 可能你买的很多家具呢 在这里都放不下 你一般以上的家具呢 可能都得扔掉重买 那第二个词呢 就是last one 比如说在买一个一片开发 或者说某一个公寓楼里面的项目的时候 中介会跟你说 this is the last one 它让你呢 感觉到既有机会上车 但是呢 又有足够的紧迫感 得在这个卖掉之前赶紧入手 并且跟你说 the last one的时候呢 又从侧面的在告诉你 说这个房子很抢手 现在只剩最后一套了 那这个词的深层的含义呢 那就是这个东西是被大家挑剩了 就剩最后一套了 那可能呢 是因为户型啊 或者朝向啊 或者其他的一方面原因 这个房子呢 没有被其他的人所挑中 所以你在考虑 last one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那你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 它会是the last one 那第三个术语呢 就是ideal investment 或者有时候呢 也会说perfect investment 那当然从字面上呢 就可以知道 这类的关键词 是针对于投资买家的 它会让你觉得 这个房子的投资很好 现金流回报很好 甚至有时候 你买来的这个房子里面 就直接带着租客 但是它的深层次的含义呢 有可能是指这个房子 它并不适合自住买家 所以它长期的这个增幅啊 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 甚至有些的房产呢 它就根本没有办法自住 它只能是买来作为投资 因为你买来以后呢 就必须强制反租给 第三方来管理你的房子 那第四个术语呢 就是development potential 或者说development opportunity 但是后面呢 加了四个单词 STCA 当你只看到前面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 这个房子有很大的潜力 可以做开发 开发之后呢 可以赚不少的增值 但是你别忘了啊 这个后面加了四个词 STCA 那它代表什么呢 它指的是subject to counsel approval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的这个东西啊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根本没有拿到开发的批文 或者说是审批 所以你如果买下来了 能不能开发 那这个还得从头做起 你要去规划 你要去town planning那边看看市政府的规则 然后提交申请 等待胜批通过 那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啊 当然也会有前期的一些成本和支出 那最后呢 也不一定下得来 所以如果你遇到了这四个字母 STCA的话 那你一定要小心 做好自己的禁止调查 那第五个术语呢 就是price reduced 那这个你看了以后就会很激动啊 哇打折促销啊 有没有一种想赶紧买下来 不然就会被别人买走的冲动 但实际上呢 有可能是卖家在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过高的预期 他没有了解到市场的情况 中间呢也没有办法说服他 用一个合理的价格 来去市场上打广告 所以呢在市场上已经挂了很久 这个时候呢 卖家终于体会到 哦我现在的这个预期是不对的 我需要降价 所以你看到price reduced的时候 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现在在打折出售 有可能只是之前的要价过高 现在回归到了一个市场的 正常的水平 那第六个词呢 就是three bedroom delight 那这个术语呢 在针对于那些只有两房的预算 但是却想找到三房的人里面 是比较有效的 它会让你觉得你可以用两房 或者比两房稍微高一点点的价格 买到一个三个卧室的房子 但是这个delight这个词很关键啊 也就是说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个卧室的 这样的房子 它有可能是两个房子 加一个比较小的书房 或者一个比较小的暗室 也有可能呢 是有一个比较独立一点点的这个餐厅 可以单独的隔出来 再作为一个房间 所以这类的三房呢 一定要去现场考察 知道这个所谓的三房它的真实大脚 以及它有没有牺牲其他的一些面积 那第七个呢 就是renovator's delight 我在视频最开始呢 也有提到过这个词 很显然 这个是针对于想做翻新的那些投资者 看到这个的时候啊 有些的做翻新的会觉得啊 我可以买到一个比较旧的房子 然后翻新给它增值 然后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卖出去 但是有可能啊 这类的房子是需要花很多的价钱 来重新做装修 然后这个室内呢 可能也比较旧 年代比较久远 很多东西需要维修 厨房啊 卫浴啊 甚至卧室啊 可能都需要重做 那第八个术语呢 叫做the perfect starter home 那很显然呢 这个是针对于第一次置业的买家 或者说手头比较紧 但是又想买房入室的这些人 听上去有没有觉得这个房子很适合你 并且很便宜 可以让你上车跳到这个买房的门槛里面呢 但是它的深层的含义是 可能这个房子它的位置比较偏 交通不是很方便 甚至呢 这个房子可能特别小特别破 所以呢 它的房价比较低 也就是说 如果你买了这个房子作为自住的话 你可能住不了多久 你就会觉得不方便 或者说房间的空间不够用 所以在买房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量 这个是否是你想要的房子 那第九个术语 你可能会看见的就是叫做 Freshly Updated 或者说Freshly Painted 那这个呢 是针对那些就是不想麻烦 想买的一个比较新的房子 拎包可以入住的这类人群的 因为它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 这个房子已经全部刚刚做过了 所以呢 你不需要自己动手去修什么东西 直接可以拎包入住 自己呢 就完全不需要折腾什么东西了 但是呢 这类的房子 说明了它是刚刚有那种专门做翻修的人 给它全部做了 然后立马又拿到市场上来卖了 那在澳洲呢 其实是有一类的投资者 那他们被叫做Flipper 或者说呢 有些的是做Renovator 那他们呢 是专门买这种旧房 然后翻新卖掉 那其中有些的人呢 他在这个翻新卖的过程之中呢 他可能不会把它们全部做好 而只是呢 做一些比较表面的工作 那我们叫做Cosmetic Renovation 也就是说深层色的东西呢 它都没有动 可能只是给你把墙用重新刷了一遍 那浴室的瓷砖可能也没有重新贴 只是用不同的油漆给重新刷了一遍 让它看起来呢 特别的新 那所以如果你不懂这里面的东西的话呢 那你就有可能用一个 比较接近于新房的价格 来买到的一个旧房 所以呢 你就有可能支付了大量的溢价 那第10个处语呢 你可能会看到的叫做In Need of TLC 那这个TLC呢 指的是Tender Loving Care 那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啊 可能就是相当于说要细心的呵护 感觉上哈 好像是这个中介或者说卖家呢 想找到下一个对这个房子特别上心 想要去细心呵护这个房子的人 但实际上啊 这个可能是指的是这个房子呢 需要一些重大的结构或者说户型 以及它内部的装修的调整 所以呢这个词它甚至会比你看到了 Renovated Delight 你可能花的钱 以及在里面需要投入的这个资源和时间 还要多 所以没有翻修经验或者说在澳洲 你不是很Handy 你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时间或者精力去做一些维修啊 维护等等的工作呢 那这类的房子可能你还是避免比较好 第十一个术语呢叫做Sold as East 那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那这个呢可能会有时候吸引来一些占便宜的买家 让你觉得这个房子里面的内饰啊装修啊等等呢 都会随着这个房子一起卖掉 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就是到时候要卖的东西 会让你觉得超值啊有没有 但实际上呢Sold as East 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房屋的条件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呢 那都是你作为一个买家需要去承担的 那房东呢是不想去做任何的维护工作了 所以呢才会是Sold as East 所以如果你比较在意这个 觉得这样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warranty的话 那你可能还是要小心一些 那第十二个术语呢也是我在最开始有提到过 叫Iconic Development 也就是地标式标志性的建筑或者说开发项目 听上去有没有很高大上 有没有一种就是你买了这个项目就倍儿有面子的感觉 有没有一种带着爱马仕出门的感觉 但是它深层次的含义呢 就是这个项目定位比较高端 一般这类的项目都是公寓为主 里面可能会有奢侈的会所 图书馆 健身房 游泳池 甚至这个房子的设计也是通过某某某名牌设计事务所设计的 所以你可想而知 这个房子的费用会比一般的房子会贵出一大件 它之后的维护费用呢也不会便宜 那这类的房子呢如果你是消费自住 那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是投资的话 这类的房子一般在长期的回报里面呢 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而且是自住买家的话呢 你可能也得面对物业费比较高 而且每年上涨的情况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预算 那你在买这类的房子的时候呢 还是要谨慎为妙 那第十三个术语呢 是heiden gem 翻译神中物呢 就是隐藏起来的宝石 所以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啊 很安逸很远离喧嚣 这类的术语呢 基本上是用来吸引那些对隐私要求比较高的人 但是这个深层的含义呢 可能是指这个地方啊 去哪里都有点远 都有点不方便 所以如果是特别在意方便的话啊 你可能就要考虑这个房子是不是适合你了 那讲了这么多的术语哈 其实这里面并没有说这些术语有好或者是不好 因为不同的术语啊 它是针对于不同的买家来设计的 因为有句话叫做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嘛 每个人对房子的要求都不一样 那中介呢 他这样做呢 其实也没有错 因为中介的职责呢 就是帮卖家在合适的买家里面挑出报价最高的那个来 那买家呢 当然也是希望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 所以呢 他们也会不停的去搜索一些他们觉得更好的关键词 所以卖家也是在利用这一点 通过一些词语来表现出这个房子好的那一面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那中介呢也是通过这些词 来筛选出他们觉得最好的那一部分的买家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优质买家 那如果你是买家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了解除了字面意思以外 他隐藏了这一层含义 这样可以在你买房的时候呢 帮你节省很多的时间 甚至帮你节省金钱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不会买到自己不想要的方程 好的 在试分的最开始呢 我也跟大家承诺 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社交的场合下 用什么样的术语 你可以从容的退出一个你不想继续聊天的谈话 而且是礼貌的退出 不会让对方感觉到被冒犯 那第一种呢就是问对方要名片 或者说呢交换微信啊电话等等的联系方式 并且跟对方说有机会保持联系 以后呢能出来聊聊天喝喝咖啡等等 那这样的好处呢是告诉对方 我和你还有很多的话其实都没有谈完 但是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 我还想跟更多的人认识 所以呢今天就跟你谈到这里了 但是我又要了你的名片 说明我对你是真的很感兴趣 这样呢你就可以礼貌的离开 而让对方呢又觉得自己没有被冒犯 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跟对方说 我要去拿点吃的或者是喝的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拿吃喝的时候呢 多花点时间在那里 然后呢又假装的不小心遇到了其他的熟人 然后跟对方攀谈了起来 那当然因为在社交的场合下啊跟你聊天的人呢 也不会在那个地方傻等着你 在你去拿吃的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也就去和其他的人聊天了 所以拿吃喝这个呢 后来也会衍生出一些变种 比如说假装有电话呀 或者说假装是有上厕所啊等等的 当然上厕所就不是很优雅了 但是仍然是可以用的 一个字绝 那第三种方法呢就是介绍给其他的人 你可以问对方 哎你这次来主要想认识什么样的人啊 如果对方告诉你啊我想认识什么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正好有这类的朋友 或者说你刚才有见过这类人的话 正好呢你就可以作为一个连接的桥梁 让他们认识 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真诚啊 你不是说因为自己想走了 随便把他扔给一个人 然后你就走了不管他们了 你一定要做好介绍 了解这个人是做什么的 那互相介绍以后让他们这个对话 能有个比较好的开始 这个时候呢你再跟他们说啊 我还有什么什么事情 我要先离开一下 那你们继续来聊天 这样呢第一你可以脱身 第二你确实也给他提供了价值 达到了一个双赢的效果 在你常做的这些事情或者职业里面 有没有什么经常使用的术语或者说规则呢 请在留言区评论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关于澳洲投资和生活的精彩内容了 我是澳洲小帅 带你体验海外华人的投资和生活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